中國的大型飛機 也是很大突破 我們去年才在看C919 現在各位C929 飛機已經進入詳細設計了 中國商飛的副總經理 跟大家宣布了 預計2030年就要來首飛了 帥象軍 想聽帥象軍的分析 中國商飛C929就是919之後 研製的大型遠程寬體民航飛機 據說它的外型 跟波音747很相似 但是低油耗 低噪音 低排放的綠色裡面設計 據說它最強 它要設計到可以降低碳排60% 當然這個是大陸國產 本來俄羅斯也有加入 後來俄羅斯退出了 現在就完全就是 中國大陸國產C929客機 鎖定波音767是它的敵人 這架飛機配備280個座位 那麼再來最大的航程 1萬2000公里 巡航速度最快到0.85馬赫 最大的著陸重量是190噸 將軍 你想 原來的C919 它只能在國內載體 它坐不了多少座位 那中國是全世界 需要民航機需求量最大的國家 最大 它14億人口 它只要有1億人出國的話 你算算它 要排隊了 所以你看它現在還受制於西方 波音 空中巴士 這些飛機 寬體飛機 換句話說 走國際航線的話 它必須要C929 因為它的航程到1萬2000公里 才能夠跨越亞洲 歐洲這種距離 能夠做遠洋的 遠航的飛機 這個裡面的目標 我覺得科學家 你是吹牛 還是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這個 在全世界航空公司裡面 都在競爭 怎麼樣低油耗 油耗 低碳牌 因為飛機飛行的時候 油耗是最大的成本支出 第二個低噪音 因為我們坐再好的飛機 都會覺得有的時候 會受影響 噪音 低排放那更難 因為你用的還是飛機的油 它這個碳排 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這個問題 它這個 其他的我覺得不難 0.85馬赫巡航速度 有這個247噸的重量 這個不難 剛剛講的這個設計裏面 低排放 低碳 低油耗 這個很難 如果真的是做到這樣的話 國際市場 它的市場就打開了 誰希望買一個高油耗的飛機 花那麼多油錢 當然 它在理論上 大概已經開始在做了 將來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認可 也是個問題 航權拿不拿得到也是個問題 但是至少它往這條路走 因為多年來 它花很多錢去買波音 買Airbus 對不對 這個它國產 就算你外國不買 我自己也能夠生產 如果剛剛我講的油耗 噪音 低排放 如果能夠達到達標的話 人家的飛機公司 沒有辦法跟你競爭 所以這是一個有遠景的東西 對 沒錯 而且它現在其實還在設計階段 我來看到 他說它就是一個新能源飛機 為什麼它可以低碳排 它裡面說它可以混電氫 所以這個有可能